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报告大队的有话 来 先来看这几天民进党一直在指引 国行政院今天拿出了公文 而且叫民进党你竟然说我是戴红帽子的 要中方同意你把资料拿出来印证一下 来 我们看今天行政院什么 行政院新闻局长怎么说 行政院大动作拿出乌敦义和梁振英的传真信函 要证明吴魁可不是向香港请示去的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就任前还需要请示 这么严肃的指控并没有拿出任何根据 我们还是为了避免误导视听 还是有必要跟各位来报告 仔细检视9月4号的传真址 梁振英称吴敦义是国民党秘书长 确认两人隔天在香港吃饭 连讨论的内容山坡地维护都写在纸上 梁振英并亲笔签名 将香港有关山坡维护的资料 向吴院长做检验的一个说明 凭什么说我们接任行政院长之前 有过这样的请示的一个工作 我想这点要非常清楚 谢豪 行政院这样解释清楚了没有 第二个 民进党这个指控会不会太严重 民进党的指控也不是非常这个 这个说是严厉的指控 因为也不严谨 也不厉害 所以我说不是严厉的 既不严谨 要向中方来做报告 说要去做行政院长 在香港怎么行呢 香港是旅游之地 香港是做不了这个决定的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香港绝对没有这个分量 如果有的话 那我相信民进党里头人也很清楚 更何况这个事情 就以今天的台湾的情势来说 不能也不会发生 不可能向中国共产党去请求同意 这个是尝试判断就知道 我认为民进党拿出这个东西是故意要给吴敦义 一点点这个小鞋穿穿而已 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 那现在是说吴院长有没有把他去香港的行程交代的很清楚 我这里的感觉是没有 那梁振英这样子的理由去香港 所以今天民进党有抓到一个 就是说我也觉得如果说吴院长要请教土石流的问题 台湾的专家大概排20名都可以在梁振英之上 这根本就不需要去 所以这个说去香港是为了土石流这个事情 我相信是只是其中一个行程 没有啦 某蔡正言 蔡文 怎么样你们到现在还讲不清楚是吧 怪不得人家要骂你们吗 第一个这个政党竞争他当然会找你小毛病 比如民进党不断地去跟你抹黑啊 挖苦啊 这个没什么意外 因为政治人本来就要经过这样的洗礼跟这样的考验 那至于梁振英邀请他去 以及跟他梁振英见面 要把他夸大没什么太大意义 所以梁振英是所谓的什么特首的热门人选 我告诉大家 梁振英什么时候成为特首人选 从董建华还没有当特首的时候 就被传为特首的热门人选 你知道等到现在还没轮到他 那梁振英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可以说是在这个香港非常活耀的一个商人 他的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是不动产鉴定 不动产买卖跟不动产开发 我们必须坦白承认 刚才这个建宏兄说 土石油专家要排前20名 都轮不到梁振英 但是如果要谈山坡地的这个维护管理跟所谓开发的话 你只要看看香港本岛 那么严峻的太平山下底下 能够开发出这么一个容积率这么高的土地 我们不得不说台湾没有几根比得上梁振英 他在这方面这个专业真的是不二人选 所以在中国大陆上有很多地方的开发 也都请他去做处理 而且是非常昂贵的顾问 在国际上知名的一个人 所以如果他找他谈这些 如果去经管这山坡地啊 或者是所谓土石油区域的话 我一点都不意外 但是是不是只是看梁振英 有没有去看别人啊 我相信反问一些其他的 比较没有出名的一个友人是会有的嘛 吃吃饭见见面聊聊天会有的 自己说透过梁振英 其他人跟这个什么中共做报告 那叫鬼扯 除了民进党胡说八道 我同意谢宏兄讲的 哪有说好吧 假设说你要跟中共说明说 我要接了 跟美国人说明说你要接了 你要跟日本人说明说 你也找个地位高一点嘛 梁振英绝对是在土地方面是专家 但在政治上的行情还没那种程度啦 所以不用多虑 我们即使要矮化 也不需要矮化到那么一个程度 所以这个 但是民进党当然会挑战说 那你除了见他还见谁 隔魁有必要说我去见了谁 以后每天我跟谁吃饭 上厕所都要跟你报告吗 做个隔魁 硬一点不需要 来沈大达 我先打断一下 我同意 我中府跟唐湘龙在一起 他说目前所有政治人物 包括以前跟现在 唯一不怕公布行程的 绝对没有问题的只有陈隧扁 什么意思 关在里面 关在里面 不但行程 班班可考 还有陆营带 掉出来绝对没问题 都在里面洗衣服啦 干什么在那边吃饭 那其他人有必要公布行程吗 为什么我要公布行程 我到香港去 就算跟梁建英不讲土地开发好了 不讲土石流好了 我今天老朋友不行啊 那又何必把梁建英 梁建英讲成没有政治好情呢 他越有政治好情越好啊 那以后我们的行程院院长 跟以后的特首有好的交情 对台湾是不好的吗 也是好的 当然是好的啊 我们不需要透过梁建英 求中共的同意 因为不需要透过他嘛 以我们现在管道 中南海没有说 通知一下 无论利益要接 有管道也不应该 对 当然不应该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要 也不必透过梁建英 现在最重要的是说 没有必要这样子嘛 我是觉得民进党 你既然要把民看衰 说马英九是俄皇帝 那既然如果你认为他是俄皇帝 他就说俄行政院长嘛 那你利润你是一贯的嘛 我觉得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 那要是俄皇帝跟俄行政院长 那资料 今天苏静彬的讲法就是说 我公布这个嘛 他确实是去那边 有谈到山坡地跟土石流嘛 那你如果民进党你有 你有证据你就拿出来给他看啊 不是 我有稍微不一样的看法 刚刚蔡委员讲的小毛病 对吴敦毅今天来讲 是已经是毛病了 那义宏讲没有必要公布 会变成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吴院长9月9号上任以来 其实他表现得不错 第一他把他的出业献给哉民 第二呢民进党 第二点呢民进党要他撤回总预算 他就撤回了 而且他讲的道理非常好 为了遵截行政费用 好想有得漂亮 漂亮当当你知道 那现在碰到这个瑕疵 因为他第一时间的处理不好 现在有必要要处理的过度 才能够补救回来 那我认为我先铁口神算好了 因为等一下我会讲铁口神算的故事 我先铁口神算 我跟你讲今天吴敦毅要当写政院长 不必要 不应该也不会向老公报备 不管透过哪一个管道 因为如果需要的话 而且如果这个指示来自马总统的话 不但吴敦毅马上要下台 我都会要马英九也下台 这种事情怎么能够做 但是问题是吴敦毅或是苏军斌 或其他人 凑合成9月5号那天的行程 我觉得都不是完整的故事 就是那一块那一块那一块 这个故事我觉得都是真的 但是凑不容 但是其中的中间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 但是有所谓missing piece 就是落一块就是 落一块 一定要补起来 就是落一块 我觉得因为吴敦毅 现在到目前为止 如果他都没有说谎的话 他可以混 他可以混过去 但是以他的本事 他如果有一点不周全 就讲明白 又何妨呢 那现在我听说了 国民党那边是说 他去那个主要目的 不 我现在倒过来讲 苏军斌这一封 大家都说是邀请函 你细读看看 尤其大律师 你细读看看 这是前一天的信 他是确认哪一天 我请谁 跟你讲什么东西 这不是邀请函 全天下 我也被人家邀请过 好几次在国际场合 去参加很多会议 不会说你去的那一天 前一天有所谓邀请函 所以我觉得吴院长要去香港 已经事先好几天 跟人家谈过要什么 这个信是什么 汉 这个信 性质上叫确认汉 确认地点 确认时间 确认人物 确认标的 确认内容 这个叫 要讲 所以这是真的 这个不会是假的 但现在我听人家说了 吴宗益有去的目的之一 也许对他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说他很相信算命 所以去香港是去找一个 铁口神算算命 铁板 铁板神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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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铁口那插一个字 如果是这样 他可能会觉得 不好意思 建议 建议 这可以讲啊 但是他如果这件事情 没有演到今天这样 他可以不讲 我同意可以不讲 但是世大如今 讲讲又何妨 我告诉你 想去想找一个而已 你也不讲 真诚意 因为我都不懂 但是我必须补充一点 那个吴院长 你9月9号就任 我9月8号 就在本台铁口神算 说他会做到2011的12月 或是2012的5月 我这不输香港的 要找一个状况 你去给香港 惹来一身心 又要缴钱 我在就近在台北市 不要旅行 不要花会 人家又不会骂你 而且我不收你半个钱 黑板老神 黑板老神 对啊 收一宅台北方就好 就直接问 不是 三三下两个问 不 我也要补充 但是如果你没有处理好 我那个神算 结果就是这样 就不准了 那不准我不负责任 不行啦 不论什么状况 都要做 有没有算命 跟下台有没有关系 我去算命 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就是 这不是啦 你做到行政里头 想犯计 就是说法 不管是 他没有说法 就是说 他现在没说他说法 他没有说法 他现在说了 不周延 他没有说全部的 他现在说了不周延 人家就会朝那个方向去想 你为了一了百了 快断速断 不断更乱 你就讲清楚 神医师讲的这个内幕 如果真的是算命 那就要赶快讲 现在我们更关注的是什么 我问大家 算命有没有很可耻 没有啦 没有啊 我们都已经决定 一面倒决定没有可耻 所以如果真的话 你不要害怕啊 看什么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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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我们国家未来的前途 那不好也很好 看你是去问什么东西 问什么东西也没有关系 你不要这样吓他 我跟你讲 不是说我这个院长能不能干 各位干多久 中间有多少波折 我跟你讲 这个也可以问 没有什么丢脸的 所以可以讲 可是更严重的 有啊 现在更严重的是什么 赵天宁 民进党党中到今天都还讲啊 他强调的是什么 民进党不能接受准格魁在上任前 必须要告知 或者是得到中方的这个同意 而且也会变成一个管理 他现在还是扣一个红帽子啊 事实上 赵天宁他这个目标 是针对马英九 当人兼击吴敦毅了 只不过吴敦毅是一个剑靶啦 他是用一个意识形态 来看这件事 我同意沈大佬讲的 就是说连告知都不可以 这一点 只要吴敦毅他守住他这个底线 那我认为香港事件再过几天就会淡化 然而呢我必须这样讲 吴敦毅他去看铁板神算 那不是这一次嘛 2004年为了联先生宋先生 甚至于2002年他都有去 然后那我讲梁振英 因为我们到香港演讲的时候 可以去问江苏惠他们 我们到香港演讲 那梁振英他都会招待台湾去的 艺文界的朋友包含政治人物 包含政治人物 艺文界像平路 像江苏惠 像龙印台等 他们这些人都跟梁振英都非常非常的熟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吴敦毅的香港行 你孤不论他去算命或者见梁振英 但是梁振英能不能通北京的直通车 告诉你真正在香港主持大政的 绝对不是梁振英嘛 他还有一个地下政府嘛 那这种地下政府 他的权威绝对超过梁振英 除非吴敦毅去见他 但是就所有的迹象来看 除非民进党指出说 你见了香港的地下总督 这个地下总督可以直通北京 但是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的情况之下 那我觉得赵天龄也好 民进党也好 是给吴敦毅难堪 但是我还是这样子讲 吴敦毅就是因为处理不好 这件事情从9月9号 一路弄到了今天 歹系脱棚嘛 就是说吴敦毅的新闻局 包含苏俊斌 他们也是处理的不好 不是 我们今天特别要求韦哲来了 现在重点是什么 那你民进党要有这样的指控 这个指控是很严厉的 对不对 那你证据在哪里 他真的有笨到说去跟 跟大陆要请示啊 要告证啊 得到中方的同意吗 第一个 关于这个梁振英的行情 我看蔡委员跟毅宏大哥 这两个人讲的不一样了 我也不知道哪行情 有人说他行情是很 未来是特首 有人说他算什么 我觉得其实 因为他 第一个没有把这个 过去的行程 没有讲出那个 truth the whole truth nothing but the truth 对 没有讲出全部的东西来嘛 所以外面就有想像的空间了 那所以说我其实我们会觉得 民进党会觉得说 那你去见这个 这个特首的热门人选 或是说他至少现在是 香港特区政府 行政会议的主席嘛 对不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总会觉得说 那这个你可以说 这个行政会议主义 是可大可小 还是小官会 或者说根本就不是 地下特首 就是差很远 我也相信说 事实上如果真的要跟 中方接触 不需要透过香港 我都同意啊 那你要去跟郑文畅 跟民进党中央讲一下 重点他还是特区政府的议员 我觉得其实 马总统在9月3号之前 就已经跟吴敦仪讲过 说要请他 敦请他担任行政院长 他9月3号 9月4号都知道 9月5号出去 这个时候他应该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譬如说警察 我很在意说 如果他那个时候 有没有跟梁振英讲说 见面的时候 有没有跟他讲说 我就将担任行政院长 有没有这样一个透露 这个坦白讲 是不应该透露的 你为什么可以跟随便的人 不要说随便 好友 要是不是想 我要当院长 要有什么多关照 不需要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 何况是 刘院长是9月6号才辞 好这里面最重要是 民进党到目前为止 他咬定说 他去了是有告知 或者得到中方的同意 后面这句话更好玩啊 他们说叫你 吴敦仪赶快讲 否则的话 我们不排除要帮他 公布9月5号当天 所有的行政 民进党真的有掌握什么吗 那如果真的是 算命的部分 算命的部分吗 那算命就不算啊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要过来